我自己個人倒是覺得這三位候選人的表現都算中規中矩 而且也都比預期的好一些 就連陳時中我都覺得比我預期的好一些 那麼至少在第一輪的深論跟結論的時候搞得寫得不錯 背得也還不錯 但答題的時候比較左姿右柱可能會出問題 那麼但是整體上三個候選人都算平穩 那當然平穩就沒有意外 沒有意外就被說無聊 但是根據民調數字所有的觀察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幾乎跟原本的基本盤是一樣 並沒有因為辯論會而產生太大的變化 比方說有人說講萬萬好還不錯 可是其實他的民調制度也沒有衝高到哪裡 跟原本制度是一樣的 表示符合大家原本所預期的期待 那陳忠也一樣 他想要把自己拉回比較感性一點這個角度 更有人味一點 然後顯然他在基本盤也還是維持他原本的支持度 並沒有因此而改變 那麼基本上對於選民來講 真的聽到政策牛肉嗎 還是至少總算有個機會讓選民知道 這三個候選人大概理解的市政程度到哪裡 或者是背稿子背得怎麼樣 但無論如何 我不覺得辯論就關鍵 至少這一次 大概就四平八穩的情況之下 並沒有關鍵的影響了整個選情的改變 只是比較意外 陳時中會對自己的辯論結果那麼的有信心 他說就是因為我的辯論表現太好了 所以藍軍才會緊張才會出奧幕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實料未及很意外的地方 我相信就是大家比較沒有不以為然的 而這一次這個選舉地方選舉馬上倒數幾天下來 更攸關一個人 未來前途是光明灿烂還是黑暗 那當然就是會不會跛腳的蔡英文總統 這一次所有的提名作業對民進黨來講 很多這個所謂的前輩級的民進黨的大佬們 會跳出來反抗或者是質疑 都是因為所有過程的不民主 而這些民進黨由蔡英文親自指定 並親定的接班人人選從北台灣到南台灣都一樣的時候 沒有民主機制的選舉 當然蔡英文要扛下來這所有的責任 包括了鄭運鵬 包括了陳衛紅 包括了林志堅 那這些結果這效應 包括陳時中當然也是 所有的這些效應成敗就將會落在蔡英文的身上 當然如果這次選情不佳 比方說尤雲龍回歸幾個月前就說了 最慘的情況就是二加二 兩都兩縣 四個縣市往上加頂多加一個的話 這也是代表了蔡英文總統的跛腳的開始 未來兩年他要前途2024的時候 黨內勢必諸侯士起 再也不能穩坐寶座